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个位置召开 他呼吁俄乌停火 开辟人道主义走了 今年让我印象深刻的采访都与美国股市有关 受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影响 美国股市今年三大指数纷纷跌入了熊市 目前受通胀等因素影响 股市的走势仍然备受关注 今年美国各大科技企业纷纷宣布裁员 对这一现象的跟踪报道令我印象深刻 本轮裁员可能才刚刚开始 2022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采访 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白宫 这也是拜登政府两年来首次以国师访问的规格 接待外国领导人 双方会晤的重点自然是俄乌局势 尽管拜登和马克龙在欢迎仪式上握手长达半分多钟 但依然难掩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微妙分歧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今年7月8日 在奈良时发表逐选演讲时 欲骑中枪 在日本战斗的历史中是第一次出现 对日本的选举文化产生了听信 日本政府在今年9月27日 在这里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安倍是日本执政时间最深的首相 他在辞任首相职务后 仍持续影响着日本政府的首相 初走前 帕塞克斯坦总统宣誓旧事仪式在这里举行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帕塞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一直寒静 而今年车这场飞机 联合了外界认知 经过近一年到全面改革 帕塞克斯坦正在迈入发展新阶段 一系列重大政治异常提出前线 独立宫仿佛一个新的起点 是图卡伊夫进入第二个总统人期的起点 也是新哈塞克斯坦正在全面推进的新起点 达沃塞巴拉岛大桥是军非政府建筑做的一个体建项目 菲律宾方面对于大桥的开工非常重视 当天菲律宾的总统和副总统是同时出起了开工的名气 在开工之后 沙拉贝就说 这座大桥建成后 将实现达沃人民的百年明 当天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团结是 所有的数据的嘉宾共同买下了一颗时间胶囊 当约要在五年后 也就是2027年 再一次回到达沃来见证这座大桥的竣工 这次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大会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会议的核心目标是要为人类未来十年 乃至更长时间内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 以拯救自然 拯救地球制定具体的目标和路径 而中国是大会主席国 凌晨三点半 王任秋部长举起手中的小锤 宣布框架的相关一揽子文件通过一锤定音 现场讲起长时间的如潮掌声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见证人类放下分歧 携手为自己立下一个flag 期待在2030年 我们和你在一起见证人类兑现自己的成路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美国中期选举的报道 在投票日当天 我来到了位于福西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 与当天的选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 也非常深刻的了解到他们的关切和担忧 比如通货膨胀 做胎拳等等 这个冰箱贴呢 就是前中国男足主教练米鲁丁诺维奇 送给我的一个小礼物 这上面呢正好印着的是 这些世界杯的主场馆 卢塞尔体育场 可以说呢 这个冰箱贴蕴含了中国元素 蕴含了世界杯元素 也寄托了一个塞尔维亚老人 对于中国足球的美好的记忆 这里是首尔龙山区里探院 今年10月29日晚间 在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踩踏事故 造成158人死亡 196人受伤 还记得事故发生第二天 一名名叫Nathan的澳大利亚青年 哭着对我们讲述了他的遭遇 但我们并不能停止拍摄 只能在离开之前 对他用英语说一声节哀 如今这场事故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 韩国政府和社会仍然在悲痛中反思这起事故的教训 现在德国政治寒冬 气候湿冷 不过因核武冲突 通过膨胀的因素 德国民众的认识又没有暖气十足 记者前段时间收到了电费涨价通知单 总体上涨幅度超过四分之一 食品能源等各种商品价格上涨 让民众合包受累 虽然艰难 但过节的气氛 乐观的心态还是要保持 压力之下 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冲突终止 经济回暖 在和平中好好生活 我将与你继续关注 未来我还会持续关注